我們的大哥大 就是探長馮展平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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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得聽到你的聲音 不過亦都是非常難過大哥的事情 不過知道你和大哥認識了很久很久 好像黎的呼聲的時代 你們已經認識了 我們在1952年的時候 很久很久了 1952年的時候 說真的 我是跟大哥的 我是跟大哥過的聲探故事 這樣 他才是探長的師父 是啊 是真的 是真的 當年他在黎智夫聲搞了一個聲探故事 我是他的助手 我叫他陳警長 我還記得他的劇名 他很肯教我們 我們一群人 每個人都很尊敬他 當年我們出門的時候 很多懶音 他就這樣糾正我們 你也有懶音嗎 有的 以前的 拉麥後期 我就改一下 大哥教我們 其實你們私底下 是不是都是好朋友的嗎 好 老朋友 我是個成員當的師父 好老友的 我結婚的時候 他是我見證人 哦 哇 是的 當時我們結婚的時候 他就只有一個 只有他一個做我見證人 哇 你是特別邀請他 是 喂 他是自願的 不用我邀請的 是啊 是的 他很熱心幫忙人的 那後來多不多見呢 後來少些了 後來 因為大家都忙了 我經常也有過去廣台那邊的 過去吃的 喝茶 吃午餐 這樣 就見到他了 那你又清出於藍哦 後來你又做探長 做到真是佳之項文 因為拒了美國詩音而已 他讓個位給我嘛 哈哈 你真是又是這麼客氣的 不是客氣 是真的 是真的 大哥 我是胡志明 我相信你都應該會記得我的 這一次就聽到這麼不幸的消息 我都覺得很難過 希望你在另外一個世界 過一些正常歡樂的生活 我是很衷心地祝福你 但當時有份挑選新人的 馮展平有解釋 當時就 假若當時期之後 我們有個訓練班 所謂起藝名 就是 並不是說好像人家的想法 師父和徒弟起名 不是這樣 我為何會跟他們起個名 例如取碧 軟碧 梁上碧 加碧 為何這樣去呢 就是因為他們有幾個形象不同 我在訓練期間 我覺得他們幾個形象 就是有個很溫怨的 這個少女 這個女仔 應該是哪一類角色的 我跟她起個名字 叫軟碧 就是那類 你去看看 還有一件事起名的原因 就是 很聽眾容易記 最主要這件事 就是你一聽她 就很容易記得這個名字 比她成功機會高很多 我們電台一向都是平均發展的 就不會說某一個藝員很獨特 某一個藝員很獨特 每一個人都有她的風格 所以我們的藝員 平均來說 是很平均去發展 就是稍微突出一點這麼多的 就是當年有個尹芳寧 那她為何會 就是我說她會突出一點這麼多呢 那她除了經驗不好之外 她在這個演戲方面 就是比較集中了那條路線 因為當時的路線 是小生花彈的路線 所以她比較別人知道得多些 我覺得她這樣有